燕啊 下面是有一點的 當然有人不寫那一點也算啦 因為現在的燕就是沒那一點 然後下面的部分 跟現在也寫的不一樣 他寫了一個人字旁 那再寫一個鳥 就是當代就是這樣寫的 那這個寫法當然你可以改 很多人都習慣用現在的那個燕字 不習慣這一個燕 好 剩下的四個點 注意見據 朝前也寫過 前那一次寫的還非常的翹 怎麼寫這麼翹 他就這麼翹 原則上他既然寫過 我們當然可以這樣寫 因為我們這種創作基本上有點像仿作 模仿古代 優美的書法 來寫字 所以某種程度像仿作 紙就上面這一個 部分 要把它控制好 這邊 這邊 再來這個 可能要寫扁 通常這種夾在下方的蜜子旁 都會寫扁 為了要寫扁 所以這個就不伸長 變成點 三個點 這個也很容易寫成雙竹筆 因為上面這是長的 長的話待會那個撇納 又跟他一樣長 所以說很容易寫成雙竹筆 那這裡到底要寫三橫還是四橫 其實古代有時候寫四橫 也沒有錯 你要寫四橫 也可以 那我現在是 寫三橫 我看說雙竹筆這是竹筆畫 上面刺竹筆 兩個都很長 那現在就沒什麼表現空間了 該表現都表現完了 C的話旁邊的這個 C 就寫過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寫的勾扁 這個勾扁是一個很困難的事 因為你要怕 要把它擠在一起 然後又不能黏死 很多人在寫這個的時候 越寫越長越寫越長 那就 不好看 追 追 1 2 3 加出息 1 3 3 3 4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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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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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這四個點就稍微有一點拉長 有寫過 這裡會習慣多一點 這裡撇寫得很短 這次當然寫得非常的長 上去折下來 再一個撇 再一個層點 在寫的時候上面的就不用寫太高 讓它有點窄 那這邊就會像綠書 這裡要找一個地方來驗尾 哪一個筆畫呢? 這一個筆畫做驗尾 效果會比較好 好,坤 出到細,出到細 好,這裡就是驗尾 齒 齒,它有寫過 不過它是寫十字,不是寫十的偏高 大概這樣 那,通常十偏高 這裡就不要太吵 好,翻過來 好,翻過來 十一個寫過 一邊 十 什麽這裡 突出去,超出去很多 這也突出去 十 感谢观看